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是否应该考虑考虑啊 好啦 只要你把我教会这些都谋漫谈啦 导演 开枣 本集由跑调交响乐团赞助播出 本集还有意外后宫歌友会赞助播出 各位好 这里是马上就要拉到五百万赞助的艺术节目 艺术很难吗 我是易公子 我们有个微信订阅号叫意外艺术 在那儿啊 易公子每天都会跟你唠一唠艺术的那些有趣的事 欢迎观众 很多人都说刚入门听交响乐的时候 总是会觉得晦涩难懂 其实难懂根本就不是咱的错 只是因为呢 有些人故意把一些知识讲得十分的复杂 让人觉得望而却 但是很多道理其实相当相当的简单 他们能懂的咱们也能 你说是吧 所以今天易公子要用一个特别的方式 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交响乐 怎么个特别法呢 咱们还得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 故事的名字叫做 爹啊 你坑死我了 话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大户人家 他们有一个健康欢托的女儿在私塾上学 来女儿 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不是 错了 这里 没想到这个女儿不好好读书 光顾着和人谈恋爱了 和谁呢 他们班的班草 哎呀 这个班草 颜值高 学问好 会腾人有节操 来 班草 他们俩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啊 眼看马上就要红尘做伴 活得潇潇洒洒 这生日都快煮烂了 没想到突然间有一天 女儿收到了一封来自家里的来信 老爹娘说了 让女儿赶紧回去 和村头那个富二代小哥完婚 哎呀 这个老爹娘一想起这个门当户对的婚姻 内交易得意呀 没想到 女儿没经过他们的同意 竟然擅自就拎了另外一个男人回来 老爹娘是怒不可遏 当场就和女儿吵了起来 男朋友们看形势不对 马上也加入了战斗 我相信大家已经从刚刚的那个三个乐器的合奏里感受到这个家庭剑拔了 其实这完全可以作为我们了解交响乐的一个入口 像大提琴小提琴这样的弦乐器 加上八松管长笛元昊等等这样的同管乐器 再加上定音鼓等打击乐器 就可以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交响乐团 我们可以把每一种乐器都当成是一个人 不同的音色代表不同的角色 有的时候是一个乐器的独角戏 有的时候是两个乐器的对弹戏 有的时候又是中古齐名的群戏 而他们不同的情绪又能够不同的节奏和旋律表达出来 最后上映着一幕又一幕令人动脑的故事 其实易公子刚刚说的那个爹坑女儿的故事 也不全然是瞎编的 它很像什么呢 很像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凄美爱情故事 没错 就是梁柱 相信梁柱的主旋律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对 就是它 但是真正完整版的梁柱小提琴协奏曲 你还记得吗 易公子还记得自己小学的音乐课 我们的老师给我们放过一个完整版的梁柱 当时听睡了很多人 后来等到前一段时间我再去听完整版梁柱的时候 感觉又不一样了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对焦小乐的理解有多么深刻 而是那一刻我突然间放下了焦小乐的这个概念 完全地用我的情绪 用我的耳朵去感受它 那一刻我突然间发现 焦小乐其实并不难懂 只是因为我们太久没有相信过自己的耳朵了 其实焦小乐就是一个咱们需要单独调动听觉器官的一门艺术 想想我们曾经有多久没有闭上眼睛 好好地去调动我们耳朵这个器官了呢 如果现在此时此刻你有这个条件 不妨放空头脑 闭上眼睛 把所有感觉的入口都交给我们的耳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让导演早日穿上绿裙子 大家记得一定要举起你的右手 轻点下面 别点歪了订阅我们的视频 来 女儿啊 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错了 这个 来 王总啊 我这个深情并茂 恶心力学的讲述您听懂吧 很好很好啊 那这个五百万的事您看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 拜拜 藝術难的不是技巧 而是新建造 在卖